為了推動臺灣產業前面的升級轉型 現在《比嘉二》的產業創新計畫 已經在過去一年密集的工作和努力之下 現在都已經陸續啟動 在生意產業的面向上 有許多具體的進展 在過去一年 我們也要非常感謝立法院在立法進程上的配合 讓你們兩個重要的方案都可以順利過關 一個是生技醫藥產業法條例的修正 科技技術基本法也在這個月修正公布 臺灣的生意跟生技的發展 事實上我們也是在跟時間賽跑 所以我們的家屬不僅是在行政效率 跟研究整個創新的生態系的建立之外 我們在國際間的連結 也是一個重要的工程 我們今天近來看到的現在的生意延續 未來會加入第二升級大樓 也會引進更多廠商來從事開發的工作 台大醫院的新竹生意分醫院 背負了非常多的重要角色 其中之一就是我們桃竹苗的鄉親等了十幾年 新政府在排除萬安 終於讓它在今年動 兩年之後的第一期就會完工 我也要請相關的黨一定要緊盯進度 不能讓鄉親失望 我們也會要求外交體系要動起來 透過各種國際衛生跟醫療合作計畫 把臺灣的生意產業輸出到海外去 生意產業其實牽涉到非常多的部會 包括我們看到的組織的科技部 經濟部 衛福部 教育部 農委會 甚至於外交部都在裡面 我們政府一定會拋棄本位主義 部分部會全力來支持這個產業的發展 謝謝